从那个mail server 上面 可以我说用 relay 或是有其他方法 你只要他会把你的mail 送到你要送的那个目的地的另外一个账号去 所以在你的mail的原始的账号 你接收mail的时候呢 是到你的那个mail账号里面去搜 搜这个 email 那其他预设的 浏览器 这边预设IE 然后这个 ok 那就IE好了 然后这边是 就是 安装完成就启动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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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大家就自己做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设定 apache 有些功能会被 会被那个 会被这个 因为apache是 是web server 会被防火墙给block住 所以所以解除block 解除这个 然后 然后 那这边来看这个 在下面的这个icon这边来看 是不是apache跟mysql 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这同样启动的程式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一个一个一个小的icon在这边 在网页上面 这边看到一个 在网页上面 这是IE对 hppp 双斜线 localhost 这边打localhost 你就看到 这边跑出来一个 这个 是在是在这里的这个 预设的首页 它是放在 c wamp 这我们刚才 放wamp的时候是在这里 wmp的那个整个 拍可以摆在这里 然后我说网页的目录 网页的根目录是在 www的目录之下 那有一个index.php index.php就是 就是这一个 这个网页它内建的一个 一个网页 那你打hpp帽号双斜线 logohost 这个就出来了 这边有一个观念 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 这一点 如果到这个地方成功了 就表示你的深闻安装成功 然后 如果说 你在这里 这里有两个 两种 这个 一般在这里都会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从 透过网路 来access 你的web server 你用IE这样做 那透过网路access 就跟你 在这个 在这边 在这边打hpp 帽号双斜线 Totalhost 这有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是Totalhost 其实这个是一个叫local loopback 一般来讲我们连接到网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special的IP address 这是一个IP吗 就是这个IP address 大家都知道 在这里 那 一般我们连网 连出去的时候呢 会透过自己的网路卡 然后到网路设备 然后到网路设备 Walter什么东西 然后再连到对方一个 这是clime 这是server 那什么叫做lookback呢 lookback就是一个回圈回来 那这个address本来是用作测试用 测试 在测试是什么 如果 如果 我连不上去对方的话呢 我们就 可能是对方的电脑坏了 也可能是对方的网路设备 网路卡坏了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网路卡坏了 那所以我一个回圈 回路by 我就连 如果 一开始连到对方的设备 连不上去 我就连到对方的网路设备 网路卡再回来 如果ok的话呢 这个回圈ok 那就表示 是server坏了 不是我网路ok的 那如果我这个 这个叫remote loopback 远端的回圈 那如果说 我连到 远端的也不ok的话呢 可能是 有可能网路坏 所以我就做一个local loopback 我连到我自己的网路卡再连回来 如果连到我自己的网路卡再连回来 ok 那刚刚连对方的不ok 我就知道 原来是网路坏掉 可是我自己这一关的网路设备 没问题 那连 在ID的程式 连回自己网路 没有问题的这个测试 IPX 这个是127.0.0.0.1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叫做 Go loopback 那我们用的时候 就假装是 我们 是连出去了 我们是从这台电脑 连到我自己的网路卡设备 再连回来 是在两个程式 我的浏览器 连到我的伺服器 我的浏览器 连到我的伺服器 经过我的网路卡出去 然后再透过我的网路卡回来 连到我的网路卡伺服器 我的网路卡伺服器 再透过我的网路卡 连到我的伺服器 我的伺服器再把这个网页产生了 再透过我的网路卡 再回来 再送回 我的这个浏览器的软体 再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 local post 其实是 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经过你的 经过网路设备 出去再回来的这个动作 一个request出去 再回来 那如果说 如果说 你说 我这样子OK 如果我打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我这上面可以直接打这个 C C C1.5 这个C1.5 这个C1.5 这个1.5 你说 我这样子 打 的话 是什么样的动作 这样打的话 就没有透过那个 就不是透过 如果直接打这个网页 所以你不要直接 我们在做这个 我们现在在做各种测试的时候 我一定要打一个URL 这HET这个就是一个URL 是打一个网址 这是一个网址 网址上面的一个 D4的网页 设定网页 你不能这样子打 这样打是 它直接从硬碟上面去抓 抓出来说给你的浏览器去呈现 所以 这样打就看起来结果会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它的动作是 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打HET这个就是 经过你的一个 local的lookback 回来呈现 这是跟你去 抓那个 去硬碟上面抓网页来呈现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直接从硬碟上面去抓网页 你打这HET可以确定 你的伺服器安装是OK的 那如果你打那个 直接打那个首页的那个目录那个 那个并没有测试到你的那个 SERVER是不是 安装OK 那安装成功以后呢可以 手动啊这个 启动啊停止啊 这些都OK的 然后然后开始是基本设定跟管理好那手动启动服务的话 这个 然后 显示修改设定好那这个我们就很快看一下 那手动启动的话 Windows就 如果安装了服务启动的话就自动启动了 那 那如果没有选择的话呢 那你就从 你就直接就选选项好这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就是在在左边的这个直接选项好 STAR STAR这个就是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就是 就直接启动这个程式的 如果自动启动的话你开机 他已经被服务的话就自动启动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开始啊 所以就直接找到这个程式 然后再 再启动 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 就手动的就启动了 你手动启动的时候在Vista里面他就问你允不允许那当然就允许了 允许的 其他的也是一样好那那这个 那如果是以服务方式一开始就会自动会启动的话呢那每一次都会 看到这个讯息好都会都会看到这个在下面都看到 这个 那这就是Vista的哈 就Vista开机的时候他会认为你这个服务是 是会被window的Vista里面的window defender好有安全威胁把它封锁 那 那怎么样来做如果是如果说这在Vista才有的 这边XP比较没问题 但如果你自己有有有有有装Vista电脑的时候 你就会 只要是自动启动的话他就会被被block住会不会被封锁 那解除封锁的这就是在 在在这个 在这个封锁的 地方好执行 执行这个要启动了 然后允许 这个我想这个 就是在 defender 这是在window defender的部分因为 最大也不能随便允许这是因为你自己装的你知道OK所以才能允许 就是你这个 有时候常常会看到这种讯息的时候你要你要判断这到底是什么程式 不是说 东东你这个这个我们自己装的我知道我才会允许 如果不是你自己装的你就不要不要允许 当然有有有有经常是你以为是自己装的其实已经被已经被那个那是另外一种 那 那刚才刚才如果被封锁是web的管理程式的 Apache跟MySQL伺服器可以 仍然就你你是可以正常的去启动他的 因为刚才那个问题是安装的时候